大家好,越南的新领导人苏林下周一将访问中国,18号到20号访问中国,并将与国家主义新民会面。 双方讨论的重点是两国的铁路连接以及促进贸易。 根据路透社今天的报道,中越领导人将举行会晤,将主演于铁路建设。 在中美贸易紧张局势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商将一些出口导向型的业务转移到越南。 因此,无缝铁路连接被视为供应链的关键。 两国通过两条铁路连接从中国南部到越南首都河内,以及北部的工业中心。 但越南的基础设施追溯到法国殖民时期,并且与中国的高速铁路不同轨距,迫使乘客、货物在边境要换乘。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中越之间曾经爆发过短暂的边界战争。 再加上双方的不信任,长期来阻碍了铁路连通的进展。 去年的2月,习近平将提供贷款帮助越南升级铁路。 中越两国还签署了两份谅解备用路和家乡铁路合作。 越南外交部长在声明中说,苏林此次访华是他8月初出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以来首次出访。 访问重点是落实已签署的协议,并取得新的实质性合作成果, 特别是在铁路连接等共同感兴趣领域。 根据路透社看到一些摘要,中国驻河内大使雄伯本周对当地记者表示, 双方正在加快推进三条线路规划, 升级从老街经河内到港口城市海防以从亮山到河内的现有铁路, 并建设从盲街到海防的第三条沿海铁路。 一名越南官员表示,苏林访华期间预计将达成新的协议, 其中包括铁路、其他投资和农产品贸易相关协议。 路透社引述越南官方媒体的报道, 越南总理范明正今年6月份访华期间呼吁中国为越南铁路提供资金和技术。 那这是越南政策的重大转变。 18年越南国内爆发了抗议活动, 抗议旨在加强与中国经济联系的一带路倡议的计划。 多年来,河内方面一直对一带路倡议资金的使用含糊其词, 一带路是中国的旗舰基础设施项目。 但这并未阻止中国民间投资在越南蓬勃发展。 越南计划大规模的扩建其内部铁路网络, 修建从河内到胡日明市长达1500公里的高速铁路。 该计划耗资700亿美元, 这是越南有史以来最大的基础设施项目。 这次就是要和中国来谈越南的高速铁路由中国来承建。 这次越南的苏林访问北京与习近平的会晤。 海外媒体认为, 中国和越南向西方发出明确信号, 即中国和越南双边的强劲关系和稳定的关系, 不会受到西方的影响, 西方也无法挑唆中越两国。 这次北京的谈判主题还是以加强经济联系, 对于越南的经济来说, 与中国的紧密合作至关重要。 因此越南国家主席将力争实现增加中国投资, 扩大贸易额, 强化数字经济联系和供应链各种问题联合。 越南作为地区大国, 通过铁路互相联通, 加强与欧亚和西欧国家的全面关系, 以及是极其重要的, 要通过中国才能与中亚以及俄罗斯联系。 在此方面, 中国的战略和中转作用就不可替代。 因此北京的谈判是正面信号, 将有利于越南铁路并入中欧搬列, 也就是通过和中国铁路相连, 越南未来的铁路将直接可以到达欧洲。 这有利于越南通过中国的中转, 可以连接到俄罗斯以及连接到欧洲, 也绕过了海上, 新加坡包括美国的海军基地, 就是在印度洋上面。 海上的这些风险和中国一起, 通过陆上运输, 绕过了海上的风险。 另外也可以加大中国的霍尔果斯等新疆的口岸出口商品的数量。 因为过去只有中国商品, 那么现在通过越南的铁路连接的话, 越南大规模的外贸出口, 像欧洲的也要通过铁路, 就可以通过中国的中转。 也刺激了中国欧亚铁路, 就把周边国家, 特别东南亚, 大家看, 通过越南, 其实就连接了整个印度洋, 以及南太平洋。 因为东南亚地区所有的贸易, 都可以通过中国的铁路, 连接中亚, 走向中东, 甚至到达欧洲。 那2022年和23年时任越南的总书记软负重和国家主义新平, 相继对中国和越南进行了国事访问, 随后双方发表了关于进步深化和提升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 中越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签署了36份合作协议, 那中国长期是越南最大贸易伙伴, 越南是中国东盟最大贸易伙伴, 全球第五大贸易伙伴, 而东盟又是中国在全球最大贸易伙伴, 23年中国对越南投资达到44.7亿美元, 投资项目高达707个, 是越南第四大投资国。 2024年上半年两国贸易强劲复苏, 双边贸易额接近950亿美元, 下半年保持这一态势全年将超过2000亿美元。 2023年赴越南的旅游, 中国人数达到170万人次, 2024年前7个月赴中国旅游的人数, 越南人达到214万人, 越南到中国的人数超过中国到越南的人数。 从现在来看, 阮副仲总书记去世以后, 苏林主席一上任就接受了国家主义新平的邀请, 来华访问, 体现了中越双方高层对巩固推进中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热情, 重视和优先考虑, 并且两国领导人自91年以来一直保持了互访的传统, 定期安排高层战略交往, 巩固政治互信基础, 通过坦诚务实磋商, 中越能够共同妥善处理存在问题, 特别是管控和解决海上的分歧, 避免有海上问题影响两党和两国的健康发展石头, 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合作与发展作出贡献。 特别是东盟关系, 中国与越南、印度等具有影响力的东盟保持亲密友好的关系, 便有利于中国东盟关系长期稳定发展, 对地区和平稳定也是有利好的。 中越两国是有共识, 也致力于朝着可随方向发展努力。 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苏林的访问, 也表明中国是越南对外合作的优先方向。 这次苏林访华, 越南向全世界发出了非常重要信号, 昭示如何对抗美国制造代理盟友的做法, 在越南美国不会取得成功。 尽管他们有过很多努力, 比如在越南有很多非政府机构和商业组织, 他们在保护所有方面, 从人权到森林水的状态年复一年, 美国给越南的巨大贸易顺差, 讨论越南民主转型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总是扔出其他美国的趋势, 但没有变化。 中越关系要点还是党籍关系。 领导层的关系方面都是非常严肃和清晰的, 这些基础美国是无法清除的, 该要素将所有破坏中越关系的努力归例。 记住,中越关系最后还是党籍关系, 两党最后是定海深圳、中越两党的合作, 会化解美国对中越的这种不稳定的破坏。 现在在东南亚,除了菲律宾以外, 美国其实是没有盟友的, 所以该地区实际上美国方面要极力拉拢越南, 但现在看美国和越南之间, 即使再走近也不会影响中越之间, 这种非常牢固的合作的关系, 叫结盟,也是类似于经济上的结盟。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现在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一带陆为核心的一个经济上的联盟。 所以你看越南实际上它也非常清楚, 要和中国在经济上合作, 绝不能失去这次机会。 除了一带陆呢,还包括金砖国家。 对美国来说呢, 现在来看越南的这次访问是美国重大失败, 也就是说越南在中美之间越南做出了选择。 也就是说美国过去挑动越南和中国的对抗, 现在来看是彻底会失败的。 本地区呢,包括越南、印度尼西亚都清楚了, 自己并非西方集团。 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军方领导人上任以后也是首访中国。 所以它向美国, 这两国家,东南亚国家向美国发出明确信号, 它不会像菲律宾一样和中国过去, 和中国在南海挑动南海的紧张局势。 那两国都属于全球南方国家,发展的国家, 不会成为美国的马迁族。 对美国来说呢,是非常不高兴啊, 东南亚不是西方, 首先美国是外园,外园地区, 该地区与阿拉伯国家, 拉丁国家, 非洲国家, 都认为自己是全球南方国家的平等国家一部分。 那这也是金庄国家呢, 形成集团的一部分, 就是金庄国家呢, 是以南方国家为主, 越南的对外政策呢, 实际上呢是正在加强和南方国家的合作。 那避免呢, 和这些西方国家, 以新极其国家, 包括中国, 之间这种矛盾上的冲突, 它要化解, 并不会直接参与和中国对抗。 那越南的外交政策不变呢, 这意味着它将继续在中美关系中维持平衡, 那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因素下呢, 这种平衡是什么样子呢? 中国领导人将在与越南客人的秘密会谈上加以澄清。 这是现在海外媒体报道。 越南的这一次的这个访问呢, 在我看来呢, 实际上呢, 中国现在和越南要通过这种合作, 包括修建铁路上的合作。 那实际上给越南呢, 它的未来对外贸易, 包括这个整个的出口, 就提供了一个新的通道。 这个对越南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现在呢, 是这个海外媒体也在提啊, 就是江波寨, 江波寨修了运河, 越南会受损失。 但实际上呢, 你看越南之所以, 它能够同意修这个运河, 其实也是它和中国讨论结束以后, 就中国呢, 实际上呢, 通过, 把越南并入中国的铁路网络, 那未来呢, 打通到东南亚, 未来中国铁路通过老挝, 再到柬埔寨, 就是多条线路, 还有中国未来到泰国, 中国的铁路可以直接到曼谷。 在中南半岛, 大家可以看, 整个的东南亚和中国之间, 这种联系要加深, 未来就不是免签的问题了, 未来的实际上这个边界, 可能都会模糊, 就像欧盟一样, 就会形成一个地区性的, 地区性的一个经济, 甚至是生活区, 整个的一个生活区, 就东南亚和中国之间, 就没有界限, 那这样的话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整个的这个经济上, 会更加融合, 那么越南呢, 就拥有了更大市场, 它在柬埔寨一个地区呢, 看似好像损失了一部分的资金, 损失了一部分的这个利益, 但是它获得了更大市场, 因为它连接了中国, 中国背后是什么? 是俄罗斯, 越南如果直接想和俄罗斯联系, 它绕不过中国, 那现在连接了中国, 等于就是连接了俄罗斯, 通过和中国连接, 也连接在哪? 连接了中亚, 中东和欧洲, 所以越南拥有了更大的市场, 那么柬埔寨这个问题, 实际上就在越南看来, 就不算什么大事, 所以这也是越南能够接受, 所以柬埔寨这个运河也能够, 开工, 顺利开工, 也开始修建的原因, 现在美国的想法, 其实就是要把中国孤立, 那么美国在贸易上, 也限制中国, 对中国也进行各种制裁, 包括收关税, 但是有了东南亚, 那美国现在在对中国的很多制裁上面, 中国就把中国产品制造转移到东南亚, 你看这样的话, 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其实就没有任何效果了, 因为我把一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以后, 我和东南亚共同发展, 那你美国总不能制裁东南亚, 对吧, 所以实际上呢, 中国制造, 没有被美国限制, 只是画了一个国家的名, 继续出国到美国, 而反而呢, 这样的话, 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融合, 我之前说过自由贸易, 就是大家边境啊, 还有这个流通啊, 放松以后, 成本下来了, 成本下来以后呢, 我进口的东西就便宜了, 那我中国制造的东西, 反而我更有竞争力了, 我向你东南亚提供的技术, 在你那生产的东西, 你卖到美国, 竞争能力更强了, 那反过来呢, 你很多这个车床啊, 包括一些前期的设备, 需要从我中国采购, 反而我中国的附加值在增加, 就是不用, 不是我中国去干那些低端的啊, 利润非常少的那些行业, 像服装啊, 写帽这些东西, 干高端的制造业, 就我的整个的这个利润在上升,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形成一个新的配合, 就东南亚啊, 它和中国之间形成了一个成绩, 那这样的话, 你看到啊, 中国呢, 未来的利润会越来越高, 而且呢, 通过和东南亚的合作, 还扩大了向美国出口, 那么在整个的美元体系, 循环范围内呢, 实际上呢, 中国就通过和东南亚合作, 加强了中国在整个美元循环体系内, 中国的作用, 你看反而加强中国作用, 美国是要削弱中国作用, 但是中国和东南亚一连接, 反而加强了, 所以大家要看懂这个铁路, 作用非常强大了, 美国现在是希望把中国像当年苏联一样, 和其他国家隔离开, 最好你们老死不想往来, 那美国对中国就可以动手了, 但现在看呢, 中国和东南亚这种深度的融合, 包括未来的高速铁路, 包括未来, 大家可以看到不远的将来, 你做高速铁路, 高铁, 你就可以到泰国, 到江布柴首都金边, 到越南, 就直接可以坐高铁, 从中国就可以出发了, 同样反方向东南亚, 你可以坐着高铁来中国, 并入中国铁路网以后, 你就可以从东南亚坐着铁路到哪, 到新疆, 未来可以到伊朗, 过了海就到迪拜了, 你要是这个东南亚, 你自己你想一想, 你从这个东南亚, 你要去迪拜的话, 你得坐飞机, 未来路上你也可以打通, 那通过中国, 对吧, 你可以向北去俄罗斯, 欧亚大陆是不是连通, 那这样连通的话, 美国想孤立中国, 想围堵中国, 基本上不可能做到, 它要稳定和东亚关系, 那这样的话, 美国它的整个政策就会非常困难, 它不能连东南亚一起, 对吧, 连着东南亚一起制裁, 那如果和中国都有合作的国家, 美国都制裁的话, 最后孤立的是美国, 就美国把自己制裁了, 对吧, 这个逻辑很简单嘛, 其他人都在一起玩, 说你, 我发布命令, 我不允许和你们一起玩, 那我自己, 对吧, 不能跟你们玩, 那一看大家都在一起玩, 你自己不跟我们玩, 你就被鼓励了, 你就属于被鼓励了, 所以美国现在很, 它很头疼, 就是整个的中国的贸易和美国脱钩, 但是呢, 中国找到了新的出口方向, 就是东南亚, 而东南亚是承接了中国, 那最后呢, 反而让东南亚整个产生成, 升级, 而中国向东南亚出口大量的集团, 高附加值, 就中国完成了产业升级, 中国的整个的产业升级这个过程中, 反而还带动了东南亚的出口, 那东南亚有什么, 东南亚的一些特产, 东南亚的一些产品, 还给大规模的低价, 非常, 关税非常低的, 向中国出口, 那你说中国呢, 做到了当年日本人做不到的, 日本为什么要搞大东亚共融啊, 你看当年日本在东南亚到处打, 打来打去玩的不就是想获得能源, 获得什么橡胶石油, 低连的这些战略物资吗, 现在中国呢, 中国没有和东南亚开战的, 东南亚是不是咱们就免关税, 我向你出口, 你向我出口, 咱们就形成一个整体的市场, 那就无敌状态啊, 就无敌的状态, 我中国制造的东西在全世界, 对吧, 卖到欧洲, 欧洲也竞争不过中国, 东南亚的东西呢, 也是非常低廉的价格, 获得了一个技术, 获得了一个生产设备, 卖到全世界, 卖到美国去, 也是无敌的存在, 那背后还有中国制造给它把关, 所以你看这是一种双赢, 而且背后的市场呢, 中国是十亿人市, 十四亿人市场, 听到了吧, 你现在你去买东南亚的一些东西, 什么榴莲, 什么大规模的进入中国, 当地收入也提高了, 你看这就是正向循环, 就是日本当年啊, 你看二战, 日本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圈, 那种, 那种就是贸易联盟, 或者叫零关税区, 现在其实搞的和那个时候, 是一样的, 就让整个的经济能够, 最低成本运行, 那你看现在中国在和东南亚和越南之间的合作, 其实就搞了一个, 而且未来还有连同中亚, 连同连接中东, 还有欧洲, 那美国就被鼓励了, 所以看越南现在和中国的合作, 其实就是针对美国, 因为美国现在要什么, 要对中国动手, 要鼓励中国, 会破坏整个东南亚的发展, 东南亚国家也不同意, 所以我一直在讲一个道理啊, 就中国的发展, 中国不是单方面自己发展, 而是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 带动了整个区域的发展, 有利于区域国家, 那么他就不会跟随着美国, 围堵中国, 因为这样对自己不利, 听懂了吧, 所以美国想围堵中国, 想限制中国, 从逻辑上说, 从战略上讲, 还有从自身, 就是东南亚国家自身利益来讲, 他就不会成功嘛, 跟你一起限制中国, 我自己受损失, 我为什么呀, 这根本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已经进入美元体系了, 而且中国在美元体系内, 有了东南亚之间的合作, 反而加强了中国在整个体系, 体系内的力量, 那不是被削弱了, 反而是加强了, 就刚才讲的, 都是零关税, 欧洲现在为什么, 他整个的欧洲, 你看那个经济, 为什么他能跟别人对抗, 就欧洲, 你看国家和国家, 基本上没有边境, 没有关税, 他就形成一个欧盟, 经济一体化, 所以他的整个的经济, 就实力强, 跟你竞争, 整个欧盟体, 形成一个共同体, 那未来东亚地区, 中国和东南亚, 未来也就逐渐的形成欧盟一样, 现在不也基本上都是免签了吗, 你现在去东南亚的一个国家, 基本上到新加坡都免签, 对吧, 泰国, 马来西亚也基本上免签, 现在就是一个越南, 我估计高铁修完以后, 越南也基本上给中国免签, 所以你看就形成了什么, 形成整个区域内, 就像欧盟一样, 大家都互相自由流动, 那你看这样自由流动, 效率又提高了, 竞争优势就起来了, 欧洲也好, 欧盟也好, 美国也好, 北美自由贸易区也好, 想跟中国, 包括东南亚这些, 经济体竞争的话会非常困难, 日本韩国现在能不能进来, 现在我觉得中国也在推动, 但是现在有美国, 特别是美国在日本, 日本现在来看很难, 但我相信最后日本, 他为了他自己, 他一定会加入, 人都不是傻子, 有利益自己当然有傻, 我觉得会有那一天, 就是中日, 韩, 包括东南亚, 澳大利亚, 新西兰, 甚至有一天印度, 会联合成一个整个的, 真正的亚洲自由贸易区, 比RCP范围还要大, 而且是人员互免签证, 货物贸易自由流通, 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 远远超过欧盟, 远远超过北美, 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 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规模, 整个亚洲自由贸易区的规模, 是什么样的, 人口体量是什么样的, 整个亚洲都有多发达, 随着中国的崛起, 我相信未来是一定能做到的, 美国不管怎么做, 它现在已经看到颓势, 它想影响整个区域的结合, 整个区域的联合, 现在看不可能, 越南这个高铁的修建, 就预示着美国在东南亚的印太战略彻底失败,